你敢摔我说 我就摔了 怎么着 你再摔一次试试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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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别打了 别打了 老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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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快坐坐好 唐佼佼 把你书捡起来 你等着 下面准备上课了 起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请坐 下面请同学把书翻到 第十二页 上课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这节课 把上节课心教的动作 再好好地温习一遍 杜笑笑 你上前面来 杜笑笑呢 杜笑笑没来吗 她请假了吗 周老师 杜笑笑她根本就没有请假 她呀 就是旷课 为什么 她为什么旷课 报告老师 我知道 因为学校发给她的舞蹈服是次品 一沾水啊 就掉色 所以她自己觉得没面子 就不来学校上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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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这谁给捡的 怎么这么多洞啊 那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那啥是重点 我让你去给我买一件 一模一样的练功夫 你就这么糊弄我是吧 这破衣服的质量是重点 晓晓 妈没有买到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买了一件 买了一件拿回来改了改 可没想到 没想到的事多了 我告诉你 你赶快去给我买一件一模一样的去 晓晓 现在我去哪儿给你找一模一样的呀 那我不管 要是没有练功夫 我就上不了舞蹈课 你难道想让全班同学都看我的笑话吗 行 我这就去 我马上就去 我看完 救命 这就是 我 不 好 你 我 啊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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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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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呢 没脸回来了 你说啥 我是说这么晚人都没回来 我看她是没脸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你妈去哪儿呢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你不要整天问东问西的 你是不是又为难你妈了 我为难她 是她一直在给我难堪好不好 你妈一天为你掏心掏肺的 这么晚了她不回来 你不惦记她 有你这样的吗 这么晚不回来 是我不让她回来的吗 再说了 她都那么大的人了 还能丢了不少 有什么好找的 你这孩子算没救了你 我都可以 杜军 你怎么来了 有事 钟老师 我有个急事 想问问您 那几个手吧 不用了 不用 钟老师 我就是想问一下 学校里边的舞蹈服 是在哪里订的 我也想给笑笑买衣裳 哦 学校的练功服 是专门定制的 外面是买不到的 怎么了 那您知道 哪里还有和笑笑同学 一模一样的吗 您也知道 笑笑 她是个边外神 我不想因为这个 让笑笑觉得 她和别人不一样 这样吧 杜鹃 你先回去 服装的事我来处理 相信我 钟老师 那就麻烦您费心了 不用客气 你知道无故 旷客的后果吗 不就是一件 练功服吗 染个色怎么了 就不能来上课了 老师 您是没有看到 那些同学 是怎么嘲笑我的 我是想好好上课 可是我不想 处处都和别的同学 不一样 是 编外神 确实和其他的同学 有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你要是 这么介意的话 你将来怎么可以 集中精力在学习上面 以后你要是再出现 见护着那样的问题 无故旷客 你会被退学的 唉 谢谢你 周老师 不用谢我 回去 好好地谢谢你妈妈 周老师 我想求您一件事 您能答应我吗 说吧 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 我更不想让别人同情我 所以 老师 你以后能不能 不在我面前提 我有这样一个妈妈 杜笑笑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问题 我知道您是不会答应我的 可是周老师您知道吗 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可能就在这个学校 待不下去了 我现在脑子里应该想的是 怎样好好学习 好好跳舞 可是我现在脑袋里 全部都是同学们一张张 嘲笑我的脸 你看 快点 快点 时间都来不及了 就是啊 快点回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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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是她 那女的之前来过我家 我妈说她的孩子呀 就在咱们学校呢 是吗 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不过 肯定就在咱们班里 咱们班 对呀 谁呀 谁呀 是你吗 那谁呀 算了算了 走吧 快点 走了 刚才那人就是娟都会变得大熊啊 哎 娇娇 你说她的孩子 真在咱们学校上学吗 对 没准呀 还在我们班呢 不过 她是个编外生 要是让我知道她是谁 看我怎么整她 哎哎哎 人家跟你有仇啊 怎么没仇 她呀 差点就顶了我的名额 真的呀 哎 不过你们说 这编外生 怎么学都没有出去 她还学个什么劲啊 对呀 不过就是说呢 那编外生啊 和咱大鱼都不一样 处处滴咱蜜的 不过 说实话 我要是编外生了 我来都不来 可不 她妈也真够不容易呢 这么辛苦供一个艺术生 你说 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 她妈都倒了也不上去扶一把 简直就是个贝尔的 就是 别让我知道她是谁 我削死她 我看她呀 刚才还往我们这堆人里看呢 你们觉得 她的孩子是谁呀 那些 笑下了 不是我不是我 来 同学们 我回到座位上去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新来的同学李妍 大家欢迎 凡是赌场欢迎我的 晚上放学我请她吃饭 想着什么点什么 我请个随便你 吹牛吧你 看你这样子 挺多就只能请起门口的 卷子会面吧 卷子会面怎么 挺好吃的呀 就是 卷子会面可是咱县里有名的小吃 好 就去她家吃 顺便呀 让我问问她 她还在试试 是哪个班的 卷子会面 怎么那么熟呢 行了 那晚上就去那吧 咱们有一个人算一个 我请全班同学吃饭 行吗 我不去 好了 大家安静 李妍 你这座位在那 在杜晓晓旁边 没问题 我们老熟人了 小同学 又见面了 谁恨你是老同学 我不认识你 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 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杜晓晓 不可能啊 那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 下周二 学校要开家长会 希望同学们回去 希望同学们回去转告你们的家长 请他们尽量都来参加 老师 我爸妈出差了 来不了 你说什么 杜晓晓 我说周老师 我爸妈出差了 不能给我开家长会 对 杜晓晓 一定要这么说吗 周老师 不是您同意我这么说的吗 你忘了 你还有个爸爸 不关你的事 好了 你坐下 下周二的家长会 没有老师的同意 不许任何的学生的家长请假 不管任何的理由 老师 周老师 老师不喜欢不诚实的学生 周老师 我没有不诚实 我只是想请您在这件事情上 能不能帮帮我 这件事上我帮你就是害你 这事没得商量 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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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